画面上是基隆综合体育场的工地 基隆市长谢国梁会同教育处 基隆市市议员吕美林 以及环保局警察局等单位 到现场进行会刊 主要是工地现场 并民众检举有工程废图堆滞 经过了解 确认是基隆市政府教育处的工程废图 各位有看到有一部分土方呢 其实不是属于这个工程的 但是我们在附近有一个 民传国中的校舍兴建工程 那那个部分是盖校舍的一个工程 它也是有些土方要出 但是民传国中进出的道路非常的狭窄 那那个部分为避免学校的学生的进出 我们有跟校方协调说 我们改用小车来出土 那小车出土必须累积到一段时间 才能出到这个合法的企图场 那那个部分因为这个都是属于 教育处狭下的场地 所以之前有依规申请这是一个战志场 所以有部分民传国中的土方 站置在这个场地 那这个部分也是依照程序申请完成的 那这个部分我们也请厂商 只要累积到一定的出场 就立刻出到合法的企图场去 所以这个部分其实也是依规定去申请的 第三个你知道这个战志的地方那么久了 你知道他们做了什么吗 他不是只是战事在这边 各位我再拿出一个证据好了 给你们大家看 他做了什么事情 他们是在这边除了做战事以外呢 他们做的是什么 是在这边分类 在那边开 把细沙开走 如果我今天给你看一个的话 你们会觉得这是一个多么荒谬的事情 既然旅美领议员有这样的资讯的话 我们会回去了解 清查一下到底是什么状况 那如果是之前的厂商有违规 我们是依法就办没有问题 但是这个可能要让我们有点时间 去了解清查这个状况 才会帮他跟各位做比较具体的回复 我们可以有这个工程的查核小组 市府有一个工程的查核小组 那我觉得一方面旅美领议员提出的资料 我们会看清楚 那对于市府刚刚的说明 我们也会把它调查清楚 那我们就会由市府的工程查核小组 那做一个公正客观的理解跟调查 不过我觉得还是回归到一件事了 这里不是企图场 所以不要乱丢土方在这里 这里是大家住的地方 那这个环境大家一起来保护 把这里弄成一个一直都延宕的工程 就已经很不应该了 居然还是就干脆一不做二不休 就到气土在这里 我想这是不对的事情 不可以因为厂商跟他们这个工地 都是他们教育处的 就把这个地方拿来做土方气质厂 这个是不对的 OK那我觉得这个事情反正 我已经来了已经要求他们 不可以再弃之任何 任何一立方公尺的土方都不可以了 那麻烦你去要求这个厂商 不管是新拿来到的或这边得标的 尽快把这些土方要赶快的去把它清除 你可以跟他们说 如果他不清楚的话 本府会有后续作为 基隆市长谢国良强调 以后绝对不能再放任何 而不应该存在的工程废土 这样的状况对市民无法交代 记者黄日生采访报导